立法院昨天在蓝白人数优势之下 表决通过了电业法 禁服二读 未来电价调整 需要送交立法院同意 引发了立法权临驾行政权的质疑 另外民进党提出了管制立委访中的案子 更被蓝白联手封杀 如今国会蓝白合作的态势明显 嘲笑野大局面将成为赖清德上任之后的一大挑战 有没有随时的 博人大怒民进党提案附中纳管 被国民党跟民众党全面封杀退回程序委员会 国会少数的处境还不止如此 蓝白联手让电业法禁服二读 由国会来决定电价是否调涨 立法权临驾行政权 再也提国会扩权法案又一桩吗 民众党变成国民党负水指示 对于卖来行为上面是交叉持股 然后立法权上面它是给你无限的扩张 国外香港话至于就台湾香港话 他从黄国昌到现在民众党的白国昌 但是他又逐渐的染色了 又跟国民党走得如此之近 他已经是蓝国昌了 国会蓝白合作态势底定 来因甚至扬言 未来将再提攸关死刑存废 由立法院决定等30项法案 令少数的处境越来越险峻 准总统赖清德上任后 马上要面临朝小野大的挑战 总统立法院可以决定电价吗 朝小野大要怎么应应 现在国会小处的局面要怎么办 国会生态恐怕让未来新政府施政举步维艰 更牵动国家利益及安全 国民党团总召傅坤起才坚持 把中国用词改为大陆 如今又联手民众党组党赴中大管法案 新内阁520后最大考验 就是加强于在野沟通 否则政策逐案不顺 很难大展身手 这些人越来越大陆报道